六套众生还有什么众生啊 人家懂得阴一套养一套法律 懂得这两个世界的圣人 他们发现了 原来我们和人 都有躯壳一样的生命体 有六种生命体 一个是天人身 一个是修罗身 一个是人身 一个是畜生身 一个是恶鬼身 一个是地狱身 地狱众生身 地狱有十八重地狱之多 天有二十八重田之多 人有万国 人类也是很复杂的 在这个地球上 我们联合国承认的有两百多个国家 两百个国家 家有分省 分民族 分区域 这就叫万国世界 很复杂 那长得不一样 黑人跟我们黄龙人长得不一样 白人跟棕色人种又长得不一样 但是总体都是一个人身 这一类身 动物身 有昆虫 有畜生 有飞禽 有走兽 也是万类 难以 一个的去举例子 这身体不同 但是都有身 那恶鬼呢 也有身 地狱 众生 也有身 各长相不同 圣人发现的是这样的一个天人合一的一个大秘密 可惜的是我们今天的人类呢 这个知识越来越狭隘 知识面越来越狭隘 这个人的思想越来越自私 然后自以为是否定这六类众生生命体的真实存在 但是并不认为你否定 它就没有 它是一种客观存在